新一届立法会90名议员今天宣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亲自监视 各位新年好 今天是2022年1月3号星期一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陈嘉玲 与您一同点关香港 先来看几条简讯 十二逃犯案中的香港故事成员 李雨萱和法律助理陈子华 去年8月承认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案件今天在高等法院提讯 控方申请案件压后到5月3号再讯 辩方不反对 法官批准申请 本港出现Omicron变种病毒社区传播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史在电台节目表示 目前在社区主要是又一层望月楼有传播 政府过去几天正全力管控 包括封小区以及强检 希望堵截传播链 并且已经安排340名密切接触者 或家居接触者餐厅职员 以及与确诊者同一时间用餐的时刻 前往检疫 新一届立法会90名议员今天上午宣示 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亲自监视 立法会根据国旗及国徽条例 这一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规定 也就是举行立法会议员宣示的场地必须悬挂国会 在立法会会厅挂上了国会 同时我们也看到宣示的场地是展示了国旗和区旗 立法会宣示的这一小小改变 蕴含着极为庄重的政治宣示 表示第七届立法会的诞生是由中央完善选举制度产生 宣示着中央对香港特区社会政治生活拥有的全面管制权的全面准确落实 宣示着立法会未来议政论证是遵从宪法宪制的主旋律 宣示着新一届立法会回归基本法初心 宣示着一国两制走上正轨正途 宣示着新一届立法会的新气象新局面的开启 90位立法会议员今天走马上任 展开为期四年的议员生涯 点新闻祝贺各位议员荣登义士堂 代表全体港人议政问政 监督政府施政 同时也期望各位议员摆脱党派 门派团体之间的利益之争 切实站在全港和国家利益基础之上 履行履职尽责 当一个全职全能的好议员 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之后 香港已经成功举行了选举委员会选举和立法会选举 各位议员都是经过激烈的充分竞争 才当选的 新一届立法会可用五光十色来形容 而要将香港立法会打造成实质民主 优质民主的成功典范 议员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勤 要做到勤政未明 不要迟到早退 也不要缺席会议 不要把立法会当作每天的打卡点 人在心也要在 二要高 要树立人民至上的理念 牢记使命和职责所在 立法会议员权大 责任更大 所以只有站位高 权力才能用到位 三要大 格局要大 眼界要宽 无论是寻选委会界别 还是功能界别 或直选产生 当选之后 就要站在全体港人的利益 和国家利益之上考虑问题 要从全港和深化香港 与内地融合的角度出发 而不是为了个人 也不是为了团体 更不能从维护某个利益集团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要从国家所需 香港所长的角度 主动将香港放在 融入国家发展轨道上 思考和研究问题 争取把过去24年 失去的时间和机会抢回来 四要低 身段要低 不要忘记初心 更不要忘记对选民的承诺 要放低身段 更多落区 多去倾听基层民众 与业界的声音和诉求 多为改善基层民众的困难 和解决香港深层次问题 献计献策 好好监察政府实证 接下来 市民大众需要通过 各位议员的表现 看到爱国者进入议会之后 牢记初心 发挥各自专长 将自己的政纲理念 付诸实施 令本港油质极心 四年之后 我们将看谁更有担当 看谁的贡献更大 以上就是今天 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次祝您新年进步 我是陈嘉玲 我们明天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